四周走動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四個角落 那我們都會呈現黃色的一個偵測 提醒的一個現況 那這部分它是很貼心的提醒你說 在這樣子一個 不管是右側左側或前方後方 移動中的物體進到這個區域當中 提醒我們 那當然倒車雷達的部分呢 也會一併的提醒 那我們是用很直觀的 紅色黃色跟綠色 這樣像紅綠燈的一個標示 越靠近我們的車身 那我們就越危險 我們是紅色的來顯示 那這就是我們MOD的一個 整個說360度的第二代 升級到MOD 偵測物品的一個裝置 那停車導引的部分呢 是以語音提醒的一個功能 在不幫你行駛 以及轉動方向盤的情況下 那我們是用貼心的提醒的方式 來做停車導引 那我們可以先做 停車導引的功能 確認紅線沒有與障礙物重疊 然後按開始 那也可以透過螢幕的觸控 或者是說飛車的一個調整 開始 進行路邊停車導引 請直接確認車輛周圍 以確保安全 請確認線框顏色已經變成綠色後 維持方向盤位置 行駛至綠色線框 好 那我們請 首先行駛到綠色線框 那它會有一個提醒的聲音 要好像 得分的那種感覺 好 那就是正確的行駛到我們正確的位置 好 那我們打到倒車框 請將方向盤向右轉 直到橘色線 重疊在綠色線為止 那這時候要提醒大家的是 那當你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我們的距離不要變 一次我們的腳都是它 固定著車身的位置 不要移動它的一個距離 例如說低檔 不要踩它的油門或是煞車 請維持方向盤位置 倒車退入綠色線框 好 當我們在選擇 我們距離要移動的時候 那我們的方向盤的角度 就不要變了 我們就固定在這個方向盤的角度 讓我們請踩油門 行駛到這樣子的一個綠色線框 請將方向盤向左轉 直到橘色線重疊在綠色線為止 請維持方向盤位置 進行倒車 進行倒車 請將車身打直回正後停車 你這邊有陷阱 如果你車身回正 還會說你這個失去老 嗯 那我們就開始做一個測試 聊車請以時速70前進 因為它速度比較慢 替達 所以說我們就先走 然後我們加速到70、80的時候 對 讓它跟在我們後面的位置 對 好 有沒有 它這樣子就等於是說後面 然後我打方向盤準備做移動 它就把我們抓回來 對 因為我們跑道比較短 所以說大概可以做一到兩次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動作 對 要不要 好 就這樣子一個方式 對 然後我現在模擬就是 我如果不小心打瞌睡的時候 車子做偏移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把我們做抓回來 我沒有動 對 我沒有動 對 再一次喔 我們就到80 然後不小心打瞌睡 然後車子有點偏移的狀況底下 它會提醒我們 當然那個力道是 一點點 它不是說整個就把我們車子抓回來 因為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可能三線道啊 四線道等等的 它是 一個警告音 然後再加上一個 作用力 幫我們做一個 單邊的煞車抑制我們 然後把我們把 方向盤的部分拉回來 這樣子一個方式 好 那你油膜就腳可以離開了 對 聊車請停車再開 然後我們再測試一次 踩煞車就解除了 對 你如果踩煞車那個 我們定速循環系統 它就cancel掉了 聊車請停車再開 那當下它是完完全全腳都離開的 對 沒錯 對 那我們先往前 那BCI的一個作動按鈕 是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切換掉 那我們現在是把它R 那等一下我們 呃 體驗的時候呢 我們就直直的往後退 打R檔 那我們不踩油門也不太 不踩它煞車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讓它自己來作動 那這個韻律球的代表 它是移動中的一個物體 那它有一個踩踏煞車的動作 那 當踩踏煞車完 提醒你駕駛者之後呢 它還是把這個駕駛的行駛全交換給你 所以你還是要決定你要 繼續行駛 或者是 繼續推後 或者是說你要踩踏煞車 它只有一個提醒的動作 那我們再一次 當然 第一下它黃色出現的線框的時候 就是它MOD做抖的時候 所以它在 首先它偵測到一個移動中的物體 進到我們的後方 那先用黃色線框做提醒 那當我們繼續往後退 那它就有一個BCI主動煞車 等下可以動 好 好